被勸回家的孩子是陈女士的侄儿 当孩子到家时 家长见到孩子身上的大面积纹身 气愤不已 在警方的帮助下 陈女士的孩子在不久后也回到了家中 经过父母的询问 两个孩子才坦白了 是因为好奇才去闻得深 两个孩子总共加在一起 花费了1500元钱 因为孩子还在读书 平时身上并没有这么多的零用钱 经过陈女士对孩子手机的转账记录 查询后才得知 原来两个孩子从两个月前 就开始向纹身店老板分批次转账 才凑齐的费用 并约好了6月3号这天进行纹身 从陈女士提供的转账记录来看 孩子最少的一笔钱只转了10元钱 最多的一笔转了200元钱 从4月份娃娃都在分批地赚钱给你 你都没有提醒娃娃 你多大年龄 你未成年你就不能问神 她拒绝承认夫人 她说她不承认这两个娃儿时代 她哪儿问神 然后我们给她的专长记录那些 娃儿跟她的聊天那些 都给她看了 她还是夫人 警察局来了也比对了 就是那个风扇那些都是她店里面的 刘女士表示自己的孩子纹身回家以后 就非常后悔 我小孩纹了回来以后就非常后悔 一直说妈妈我后悔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然后一直现在就是说强烈的 小孩走我问了很多次 然后让他去洗 这个去洗呢就是我去咨询的 包括就是第二人民医院 然后费用是非常大的 就是要差不多花一次 两万块钱左右要洗五到八次 才能洗干衣 对 正规的三甲医院就是要十个万 还担心以后会不会留八个问题 刘女士说 她们现在的要求就是 纹身店需要承担这笔清洗的费用 并且希望相关部门能对纹身店进行处罚 随后记者陪同两位女士 来到了位于西越广场的这家纹身店 门口没有悬挂招牌 只在玻璃门上贴有成都刺青四个字 店里也只有一名工作人员 随后该名工作人员表示 无法联系到老板 便离开了纹身店 在纹身店内 刘女士拿出了多张孩子纹身以后 在店内拍摄的视频以及照片 都与这家店的背景相吻合 针对此事 记者随后联系了纹身店所属区域 成都市城华区市场监管局 一位马姓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事发后 他们已经要求这家纹身店进行整改 关于纹身店能否给未成年人进行纹身仪式 该工作人员谢绝了我们的财